鐵門緊閉貼出店面出租告示 這裡原本是一家漫畫店 已經結束營業兩年多 但卻被民眾投訴 原本經營漫畫店的業者 為了索取高額的租屋 預期賠償金 竟然状告預期還書的消費者 談了以後他就要求 我們要回到原本漫畫書 要賠8000塊 那賠8000 當然後來我太太本來是準備要賠 那我告訴我以後 我覺得這非常不合理 我就不同意這樣做 有人說因為這家租書店的女婿 很懂法律就以租書未還為由 一次告五六十名 預期未還書的客戶 警方依法收禮後 將他們含送法辦 部分客戶賠錢和解 但對於不願意賠錢的人 又告他們侵占罪 雖然法院最後已不起訴結案 但店家還是不放棄 再次針對24名顧客 提起民事求償 最驚人的是 其中還有一人的求償金額 竟然高達14萬 他是一直把這個人 這個未還書的人 一直養 養到這個甚至有十年的 累計到十年的時間 這個整個算起來 要賠到十幾萬 投訴人強調 兒子租了兩本漫畫書 只因為預期還書 就被漫畫店提告 要求賠償9736元 簡直是獅子大開口 我覺得說這種行為 就是有這種惡意的行為 因為按照我們正常來講 應該是說 像我剛才說的 用按照程序來走 可是他沒有 何況說 因為說這個書沒有關 很快就可以吹高 可是他為什麼一直要等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養到十年 一本漫畫的價值 只有70元上下 雖然租賃契約上 有著名是限期歸還 但並未清楚規定 預期歸還的情況 該如何開罰 但漫畫店業者 天價求償的行為 消保官認為 已經違反賠償比例原則 業者的違約金的訂定 不可以超出社會常情 然後也不能超出 他所違約 所造成的損害的價值 投訴的民眾很不解 怎麼沒事先通知 要還書就直接提告 還索取天價賠償金 現在雙方各說各話 只能透過法律途徑 還給消費者一個公道 記者簡直鋒李維哲 桃園採訪報導